前后现场要持续带你来聚焦的就是 俄罗斯的莫斯科发生了近20年来 最严重的恐怖攻击 那普丁也在昨天他第一时间 透过电视演说方式向 全体俄罗斯的国民来喊话 说绝对会严惩这些涉案人 好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现场的状况 其实呢到目前为止都还在 持续的搜救当中 但入院之后有非常多的俄罗斯的民众 也上街自发性的发起哀悼 包括了点灯跟献花 希望可以卫问这些罹难者的家属们 好不过现在进一步的俄罗斯他们公布了 有四名嫌犯是落网 而现在照片也进一步的被公开 他们都是在俄乌边界的时候被逮捕 根据了解可能就是因为犯案之后 他们想要驱车逃离俄罗斯境内 然后就在俄乌边境被逮捕了 现在这四个人都被押到莫斯科来进行审讯 根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 这四个人其实他们是主邪 而他们都不是俄罗斯当地人 而是外国人 因为他们的俄语说的非常的糟糕 那另外在普丁的部分呢 普丁他也透过了电视演说的方式 跟全体俄罗斯人来喊话就说 现在案件都已经在侦办当中了 他也证实说 这些嫌犯是朝着乌克兰方面要逃亡 而涉案人绝对会必须受到严惩 但是他整篇演说呢 他其实都没有提到这个承认犯案的ISIS 另外呢 现在有分析指出 可能就是希望激发全体国民 对乌克兰的愤怒 所以呢这个战争才有办法持续打 好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是回批普丁了 认为普丁是把责任给甩锅没有就责 好那美国方面是怎么看呢 这是美国国安会的委员发言人 沃森他就说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其实美国就跟俄罗斯谈过了 就说呢 其实有一个恐攻的计划 这样的情资 他们事先先掌握 然后在月初的时候 就是3月7号这一天 曾经跟这个在俄罗斯当地的一些美国公民 发出警告 希望他们不要去参加一些大型的集会 包括了音乐会或者是一些演唱会等等 好但是呢 其实后来美国媒体针对这个情资 他们再进一步的说明是 他们掌握到这个情资 可能是跟22号晚间发生的这一起 莫斯科这个音乐厅的恐怖攻击 是没有确切的关联的 好不过美国现在认为说 这个幕后的主使者是ISIS 要对整起的袭击事件负起全责 他们现在也说 乌克兰是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攻击的 但是这一场这个恐攻发生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俄乌战争的走向呢 或者是说对刚连任的普丁来说 他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有人要挑战他的权力 会对他日后的执政有一些影响吗 来看学者的分析 这是淡江大学国际专家教授李大中老师 他的分析他说呢 普丁其实近期才连任 他还是会有作为的 可能会采取的是以牙还牙的方式 要彰显对国家安全的重视 另外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张登吉老师 他则是说以哈冲突持续 如果说西方国家对伊斯兰的基本交易派 是采取严厉的态度的话 那恐怕影响的还会有以哈战争 会让伊斯兰世界对哈马斯 进一步抱以同情 也就是代表说以哈战士 可能也会持续的打了 好 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当地时间23号的时候 他发表全国新的演说 表示说现在俄罗斯当局 已经逮捕了所有嫌犯 那这些涉案的相关人等 必将受到厌惩 普丁表示发动恐攻的枪手 是朝乌克兰方向要逃逸 显示这个犯嫌 可能是跟乌克兰是有关系的 而且目前的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初步调查显示 乌克兰方面应该是有人接应这些枪手 并且安排跨境逃亡的事宜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表示 逮捕的11个人当中 包括了4名主嫌 这个4名主嫌都是枪手 而且是跟乌克兰是有直接往来的 而现在俄罗斯媒体也公布了一段的影片 这是落网的枪手 他们在镜头前 他们就招任说他们犯案 而且是说有人出资100万卢布 要他们发动攻击 这个男子他自称是在3月4号的时候 从土耳其飞往到俄罗斯 那提供武器的人是透过社群媒体平台 Telegram和他来联络 审讯的过程当中 这名男子的双手被绑在背后 全身都在发抖 显然是非常的害怕 目前有11名涉案人士遭到逮捕 那4个人就是主嫌 他是其中之一 是有直接参与攻击的 好莫斯科22号发动的 发生的这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目前知道有143个人死亡 而现在就被网友翻出一段 这是北约军委会主席鲍尔 他在21号 当时他是针对俄乌战争的一段谈话 当时他就谈到 必须要加强准备于俄罗斯 和恐怖组织发生冲突 这个评论也让网友都说 真的是神预言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